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开始追查素化剂来源 并在今天一共调查了厂商381次 台湾知名品牌《开原食品》 代表添加素化剂的饮品金果黄果汁 直接出售到台湾各大的酒店、餐厅和连锁店 一共有800多间编布全过台湾 甚至包括沿山饭店、福华饭店等五星级的酒店 台北沿山饭店立即将由开原公司买下来的20多种产品落架 并终止了双方的合作关系 台北市调查处追查素化剂的流向 今天会和新北市卫生局 冰分11路前往新公司的旗下厂商 金果黄公司调查 并追回一百多箱 千多公斤有问题的果汁 新北市卫生局已经带了部分的样本回去检查 而台湾卫生部门今天 就会开始对素化剂的生产源头展开调查 并调查了厂家381次 而全国台湾有南亚、联城、益伦 三间制造素化剂的大型厂商 今天的调查发现 联城旗下有18间厂商 未有诚实申报 已经开出告票 而南亚公司旗下 就未有发现未申报的事项 至于益伦公司 由于它是自产自用 所以就没有生意 台湾素化剂风波 涉及的五大类食品 主要对15个国家和地区出口 今天台湾进出口部门 发出正式公告 这五大类食品输出的时候 必须附带检验合格证明 否则一律禁止出口 另外 随着台湾有毒素化剂事件的发展 越来越严重 中国质检总局 今天再次更新了 台湾地区公布的 受素化剂污染的问题企业 和相关产品名单 而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今天发出急通知 要求含有素化剂的两种保健食品 要即时落架 今天更新的名单里面 包括245间公司的812种产品 涵盖了运动饮品 果汁 茶类饮品 果酱 浓缩果汁或啫喱 胶囊定状粉状食品 添加剂七种类型 其中包括统一企业公司等知名企业的产品 商榷产品将会停止进口 而另外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今天下发紧急通知 要求暂停生产和销售 协和牌 零支包子粉片 和美中清素牌 多重氨基酸片 两种健康食品 由于含有素化剂 市场上正销售上述两种产品的 要立即落架 并要通知和要求 凡是在配方中含有素化剂的保健食品 相关保健食品生产企业 应该立即停止生产 对市场上正在销售的产品 立即回收 并即时会报给 当地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重申 禁止餐饮服务业 采购和使用 黑名单上的企业生产的食品 和食品添加剂 要求采购相关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 立即停止销售和使用 并做好有问题产品的回收工作 中国卫生部 已经在近日发出公告 将素化剂 轮本移甲酸之类物质列入金融的食品黑名单 由于越来越多 由台湾进口的食品和药物 被发现含有可致癌的素化剂 今天港府宣布 即时起 将素化剂列入恒常监测范围 由台湾进口的儿童钙片 食品甚至是药物 受到素化剂污染要回收 香港食物球卫生局局长周一岳宣布 将素化剂列入恒常监测范围 如果有食品或者药物 超出指定的水平 不可以在市面发售 现时素化剂在我们的食物 可能的污染程度 是觉得一定要定一个 所谓行动的水平 它也将这个水平定在1.5ppm 即是百万分之一之内 我们也认为由于这个情况 可以影响到广泛的食物和药物的话 也都可能在内地 有同样的情况都会发生的话 所以我们也都将这个D3 是摆在我们的恒常监测 吴周一岳表示 将素化剂的安全水平定在百万分之1.5 而不是零容忍 是因为一些塑胶的器皿或者食品包装 会有可能污染一小部分的食物 小部分的污染是无可避免 WOW TV 雷前日报道 超出血性大肠肝菌在欧洲扩散 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表示 港府会密切关注疫情 专家提醒 曾经去过欧洲的市民 回香港之后感到不惜 就要尽快求医 欧洲特别是德国爆发的 一场出血性大肝肝菌的疫情持续 死亡人数上升 欧盟已至世卫都未能肯定病源 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表示 这种病很危险 死亡率很高 香港暂时未发现相关的病例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副总监何柏良子 肠出血性大肠肝菌的病症包括辐射、发烧和肠出血等 会令患者严重内部出血 或者引起其他病发症 由于这个是新的病菌品种 现时还是无法医治 何柏良子 暑假快到了 不少留学生都会回香港 或者市民去欧洲旅游 香港出现零星染病个案并不出奇 提醒市民到海外旅游的时候 要小心饮食 注意个人及食物卫生 避免进食未煮熟的蔬果 WOW TV 雷智日报道 以往香港市民报名参加旅行团 如果出发前 当地有天灾或骚乱 基本上是可以退回全部的田费 但以后就未必了 因为香港旅游业会发出新指引 下个月开始 因为特发事故而取消行程的 旅行社只会退回部分款项 那么机票钱或许还未有得退 过去几个月 北非和中东多个国家 先后发生反政府示威 日本3月又发生大地震 香港保安局对多个城市 仍然发出黑色旅游警示 旅行社如果要取消旅行团 要向旅客推回传诉的团费 但部分航空公司不肯退款 业佳蒙受巨大的损失 为了减少旅行社的损失 旅游业议会日前发出指引 日后因为特发事故而取消的旅行团 也未必将团费全部退回团友 假设报了6日的马来西亚团 被捉了5000元的团费 但当地突然发生天灾或动乱 要取消行程 以往可以传诉退回团费 但下个月开始 如果航空公司拒绝退回团费里面的机票部分 即是2000多元就不会有得退 占团费的大约4成半 至于一般长线的旅行团 例如在欧洲 团费里面机票占的比率比较少 东南亚就有4成 泰国就最多占5成 目前这个新指引自适用于旅行团 而自由行就未能够适用 因为业界指 自由行里面机票占的比率大约是6成 不需要多点时间去研究 WOW TV雷晨艳报导 现在先休息一阵 稍后回来会有体育和天气消息 NBA总决赛 落后一场的达拉斯小牛 昨天继续在客出战卖物业火 虽然小牛在第四战 曾经一度落后15分 但凭着大山上阵的Dirk Nowinski 急使发力 以一波22比5的攻势 完结赛事 小牛最后以95比93反败为胜 在系列赛追成1比1平手 在原场前的3.6秒 射入变定声局的一球的Dirk Nowinski 全场拿到24分和首个男板 John Marion也有20分和8个男板的进场 至于业火方面 三巨头在最后7分中被全面封锁 Dewinway就射入全场最高的36分 LeBron James又拿到20分 Chris Watts只射入12分 在第四战 业火打出一波13比0的攻势 一口气288比73 抛来小牛15分 虽然小牛大比数落后 但经过暂停之后 打出一波22比5的强劲攻势 Dirk Nowinski在关键时刻连入9分 抛过完场前3.6秒 以转身摆着Chris Watts之后 左手上篮 帮助小牛以95比93反正结果 另外 巨母巴Chakiel O'Neill 宣布决定结束职业男球生涯 他在NBA征战19个球归 并且赢过4次的总冠军 他曾经与Kobe Bryant 一起帮助胡运三夺总冠军 亦曾经与Dawing Way 帮助业火取得总冠军 Chakiel O'Neill 职业生涯 每场平均射入23.7分 唱到10.9个男版 和2.3次的风格 接下来看看多伦多的天气 现时室外温度是19度 初以每小时5公里的东北风 送来10度是68% 再看看多伦多 未来5日的天气预测 接下来是本国 各主要城市天气的天气状况 早前 一个在饭堂收碗的大学生 凭着他经营的收碗速度 迅速在网络上走红 更加被冠以收碗歌的称号 他就是来自福建省 隆南大学的陈文元 请大家认识一下他 收碗歌原名是陈文元 福建隆南大学大三 食品科学专业的学生 陈文元每日 在两个小时的午饭时间里面 要收4000个餐盘 按照每个餐盘里面 都有3到5个碗来计算 他一共收拾了接近2万个餐具 而他经业的态度 也让同学很佩服 陈文元来自福建泉州的永春院 由于家庭环境不是那么好 陈文元回大学的费用 是通过助学贷款筹集的 平时的生活费 就要通过自己打工来赚取 虽然陈文元需要一份 薪酬优秀优厚的工作 来改善家庭的环境 但是当很多公司因为欣赏他 而提出愿意雇佣他的时候 他就拒绝了 虽然一夜成命 但是陈文元却非常清楚 在网络上出名 不只是自己人生的一个小緝曲 而他依然保持着一火平常心 来设计自己的未来 WOW TV 雷智雄报道 今天晚上的新闻报道完毕 多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